美國司法部起訴15個參與國會示威的人 60歲的男人巴尼特被引導 闖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辦公室 他被控未經授權進入限制區域、行為不檢 盜竊公眾財物等的聯邦控罪 最高可以判監一年 另外有在國會附近被捕的人 因為藏有半自動步槍和汽油彈被控 西弗吉尼亞州州議員埃曼斯 拍攝自己闖入國會的片段 被控非法進入限制區域 他事後刪了條片 聲稱是以獨立記者的身份記錄示威 沒有參與破壞